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朱庆祺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掌中光浦仪 迷你版跟Max版 我们先看一下迷你版 掌中光浦仪 掌中光浦仪 它的特色是 啪 鸟饼 炸开了 非常轻巧 这是迷你版 我们再看一下Max版 盒子大很多 但是一样 可以用 手握住 然后观察 这个东西的使用呢 简单 还是要把这个盒子 伸缩 找到你自己的凝视距离 这个核心元件 光照片 直接用吸附的就可以吸上去 OK 这个是Max版 好 什么是光谱呢 我们知道可见光也是 电磁波的一部分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波长 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到的光谱 其实就是彩虹 它把太阳光 由红 橙 黄 绿 蓝 电子 七种色光组成 这个秘密 分解给我们看 所以透过 所谓的色 晒 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把不同的颜色 分到不同的方向 那这样就是一个分光的过程 那这件事谁可以做 彩虹 水滴帮我们做到 只是在大自然里面 那大家在课本上常见的是 用一个三人镜 PRISM 它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 所以 把阳光分成 红色 黄 绿 蓝 电子 它可以做到 那另外我们常用的 其实是光炸 光炸是利用绕色的原理 把不同颜色的光分到不同的角度 因此它的作用跟一个三人镜 其实是一样的 那有了光炸 我们就可以制作成光浮仪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 不同的光源 它们内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那今天要讲的掌中光浮仪 顾名思义 它可以用一手掌握 它可以在手握的这个大小范围里头 用这个工具帮助我们了解 光的各种颜色上的秘密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 我们如何使用这两个版本 一个是迷你版 一个是MAX版的掌中光浮仪 来帮助我们了解光的秘密 我手边有一个白痴灯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光浮仪 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先用迷你版的掌中光浮仪 所以你可以看光分在小缝的两侧 是一个很漂亮的连续光浮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大的这个掌中光浮仪 那它的分出来的这个光浮仪就更宽 方便我们去观察 把很漂亮的一个连续光浮 好现在我们来看日光灯的光浮仪 又是长什么样子呢 拿出我的掌中光浮仪 那目前我所在的这间教室 它的照明本身就是用日光灯 因此我需要对着这个日光灯看吗 其实不用 你只要把这个 因为光是充满着整个房间嘛 所以你把掌中光浮仪 对准任何一个树的墙壁 你就可以看到分出来的光浮非常清楚 那如果你需要解析度更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max板的掌中光浮仪 然后调整焦距 一样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现光浮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LED的照明 那虽然看起来都是白白的 它跟白赤灯泡或者是日光灯 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一样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用小的掌中光浮仪 接下来我们用大的掌中光浮仪 那很明显的 它跟白赤灯泡太阳光 有一样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至于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去把它找出来 我现在桌上有三种颜色的色光 分别是红绿蓝 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光的三原色 为什么是三原色 现在操作给你看 那请把背景灯关掉 打开了红色的光 打开绿色的光 打开蓝色的光 大家看到什么 白光 所以这三种色光就可以组成白光 接下来我如果把红色的光 关掉 大家可以看到蓝色跟绿色合成的 这个光叫青色 闪眼 那如果我先用掌中光浮仪 来看这个颜色 青色的光 我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浮仙呢 或什么样的光浮呢 很清楚 两条浮仙 绿色跟蓝色 一样的我用解析度更高的 Messpan 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以此类推 如果我把蓝光关掉 绿光跟红光合成的很漂亮的黄色 我一样看到的就是两条浮仙 代表现在这个黄色的光 其实是由红光跟绿光所组成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绿光关掉 蓝跟红组成的是 Magenta洋红色 所以 绿光光浮仪看 非常清楚 两条浮仙 蓝跟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原子光浮 原子光浮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量子力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在20世纪 其实科学家们就已经观察到 某些元素它们在高温的时候 会发出特定的浮仙 光浮仙 但是它们不知道为什么 那才有了后面很伟大的物理学家波尔 他提出了氢原子模型 来解释氢原子的光谱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所谓的原子光谱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为什么原子光谱 我们会把它叫做是原子的指纹 就是可以用来辨识 这个是氢原子 这个是氦原子 这个是氧原子 它辨识的道理到底在哪里呢 那待会我会先给大家看氢原子光谱 接下来我们依序会看氦 奶 雅 克 以及拱针器 水银 那前面看的 除了氢原子 它是最简单的一个元素 最简单的一个原子以外 接下来我们看大多数是惰性气体 那每一个惰性气体 它们的谱线都长得不一样 我们来观察一下到底哪里不一样 好 那我这边的装上去的是氢的放电灯管 那接下来我会把背景灯关掉 关掉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氢的放电灯管 放电以后它呈现的颜色是什么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很漂亮的桃红色 那因为放电灯管本身的设计 它已经是一个一条线的形状 因此我们就不需要透过狭缝 把我们的光源分成一条长长的直线 直接就可以用Maxpan的这个光炸片 来观察氢原子光谱的组成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 规格是每mm有500条的这个光炸片 那直接透过光炸片就可以看到 这个分出来的氢原子光谱非常清楚 那假如你觉得这些谱线分的还不够开 你想要再更仔细的观察 它们彼此的相对位置的话 你可以换成1000条 每mm有1000条的狭缝的这样子的光炸片 来观察氢原子的放电光谱的谱线组成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亥 亥南亚克山东亥气 亥气的原子光谱又是长什么样子 把背景灯关掉 非常漂亮的黄色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两种不同规格的光炸片 先拿500条的看 所以它的谱线很多条 然后彼此的相对位置也很清楚 接下来我们换成 1000条的规格 再观察看看 OK 这个是亥的原子光谱 下一组 我们要观察的是奶 奶的话 其实是很多霓虹灯 会使用的气体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特色 非常霓虹灯 一样我们先用500条的光炸来观察 这可以看到它组成非常丰富 接下来再用1000条的 大家可以看到浦线就分得更开了 解析度更好 这是奶灯 现在这组放电灯管是亥气 亥气放电的样子又是怎么样呢 灯灯关掉 OK 还有一个淡淡的粉红色 我们先用500条的光炸观察一下 它出来的谱线 很清楚 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解析度的话 我们可以拿1000条的光炸来观察 不过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 1000条虽然有更高的解析度 但是它牺牲了光的强度 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暗 OK 这个是亥气的放电的人字光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亥乃亚克的克 克的放电出来又是什么颜色呢 看一下 接近 接近 接近白色 请观察一下 我们先用解析度没那么高的500条的光炸 OK 接下来我们再换1000条的光炸 让浦线分的更开一点更容易观察 如果你看到亮度变暗的话 如果你看到亮度变暗的话 那是因为提高解析度的代价是我们会牺牲亮度 这种我们看的是mercury 就是水银拱针器里面装的 那拱针器放电是什么颜色 然后它的光谱又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来观察 好 然后一样大家可以先从500条的光炸 非常清楚的现光谱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用1000条的光炸 来看一看解析度更高时 我们看到哪些谱线 所以我们可以以拱针器的这个原子光谱 来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的颜色 不是你看到的颜色 先把它关掉 然后开个灯 什么叫做你看到的颜色 不是你看到的颜色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白光 就像我们看到太阳是白光 可是你分光以后 你做了色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把不同的颜色散在不同的角度 你做了这件事之后 你就发现原来太阳光不是白的 它是不同的色光组成的 一样这些原子光谱也是 它乍看之下那个颜色 其实不是它单一组成的那个谱线而已 它是很多个不同颇长 也就是不同颜色的谱线组成的一个放电的结果 OK 这就是原子光谱在近代物理史上这么重要的原因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介绍长通光谱仪 包括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 可以压扁 放在你的口袋里 放在你的书本里 随时可以拿来观察 或者是你可以拿这个解析度更高的 max版的这个长通光谱仪来观察 好那这些如何用在教学上 如果你在小学阶段的话 你可以用它来观察 比如说RGB光的这个三原色 它怎么混色 那混色之后它形成的颜色 它组成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你到了高中阶段 在物理的范畴 你可以去搭配这个教具 来讲解原子光谱 或光谱的发射光谱 吸收光谱 以及连续光谱的差异 那可以拿来讲氢原子模型 讲这个波尔的发现等等 那在化学的阶段 你也可以搭配它来讲这个 Riber Equation 就是瑞德博方程式 那它清楚的告诉你 氢原子模型 每一个能阶之间的关系 那在地球科学的话 你可以用它来谈这个太阳的吸收光谱 谈这个恒星的颜色 谈整个宇宙它的膨胀 然后造成光谱谱线的红移 以及哈勃的发现 那这些都可以互相搭配使用 希望这个教具 能够帮助大家在学习相关的概念的时候 更容易更清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